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伯佑基金会是一个专门帮 就是家里学习资源不足的孩子 那个学习资源的不足可能来自于 他家里是一个经济比较贫困的家庭 或者是他是住在比较偏远的地区 那等于是他在学习上这一块是没有人帮他 那伯佑就是专门在帮助这样的孩子 家庭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温暖 我是觉得他们是需要陪伴 再来就是要鼓励 嘉义中心目前服务有104位学生 克服教育是需要长时间的去执行的 有孩子也会感受到说 有些主持人的遭遇 好像是自己现在平常生活中也会遇到的 我们都知道说学习的主軸一直在学校 当这些孩子他们从学校学习回来之后 然后还愿意来上我们客服班 我就觉得说这些孩子 就是能够去完成我们所交代的这些事情 也会觉得很窩心 人家说师比寿更有福 我其实自己心里面也有这样的感觉 就发现这边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小朋友们 那藉由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也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更多的欢乐喔 没有这些孩子都需要到我们大家的照顾 当然我们也希望 借到我们性格电视台抛砖引誉 希望很多孩子 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 让他们里面的小朋友 在未来也可以是一位给人力量的人 让未来可以更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